身体两个地方变黑,说明肝不好 多做这两件事,肝会一天比一天好 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你身上要是有这两个地方变黑 那么你就要注意了 这有可能是说明你肝不好 哪两个地方呢?我来告诉你 首先第一个就是脸色发黑 中医讲肝藏血,肝血不足 会是脸部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滋养 那这时候我们的脸部就会出现面无血色 另外长期肝血不足还会引起肝气淤质 而肝气淤质时间长会造成淤血 那反应在脸上就是肤色暗沉 看起来皮肤灰蒙蒙一样 并且脸上还会长斑长痘 第二个就是指甲变黑 中医讲肝主筋 而指甲就属于筋的一部分 所以肝的问题也是能从指甲上看出来的 那肝不好指甲会出现哪些信号呢? 一般来讲指甲上会出现多条黑色竖线 或者是边缘变黑中间发白 表面还凹凸不平的情况 以上就是肝不好身体两个地方会变黑的内容 你了解了吗? 那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肝不好的情况 那怎么做才能养好肝呢? 这里沈医生就教大家一招 多做两件事 就可以让你的肝一天比一天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做的就是控制饮食 少吃油腻以及滋腻的食物 因为油腻滋腻的食物难以消化 会增加脾胃的负担 而且还会增加过多的脂肪 导致脂肪肝 所以肝不好就尽量少吃这种食物 第二件事就是要补肝血 我们知道肝主要功能就是调节血液循环和储存血液 那肝血不足就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血液供应不足 从而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比如说眼睛肝色发痒 面色胃黄 头晕目眩 肢体麻木 事物模糊 脱发掉发等等 所以说养肝最重要的就是补肝血 那如何补肝血呢 可以多吃一些红枣枸杞 鹅胶类的食物 并且除此之外 也可以参考中程药乌鸡白凤丸 大家学会了吗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线下找专医生指导用药 喜欢的话 请长按点赞三秒 关注转发收藏一下 我是中阴沈红 我们 livel十字幕 Cook focused